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卫生又便宜 是这家餐厅的两大重点 这里是国防部餐厅 为保总统府跟国防部 所有的官士兵和员工的地方 因为是国防部所谓出菜相出操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勇壮 威武 庆势 切死 至于时刻 当然悠闲一点 穿金装的 穿便服的 时间一到 纷纷报到 不过对不起 如果你身上没有总统府 或国防部是别证的 事不早代 每天供应两千人吃以上的伙食 早餐17块 午餐35块 晚餐25块 难怪有人恨不得三餐都在这里吃 来 坐 坐 坐 这个 我看这个 国防部里面的这个饮区 也是这边送过去的 怎么样 对对对 全部吃一样的菜 然后刚刚也有几个 我们总统府的长官 我们做得很好吃 任何长官跟阿兵哥吃的菜 已经不一样 部长总统区 跟我们一样 没有另外再吃的桌子再去炒 你三餐都在这里吃啊 没有 我很想 但是太省了 我没省了 最贵35块钱一餐的午餐 有鱼 有肉 有蔬菜 有水果 还有白饭 汤面和馒头 以及专为总统府员工特制的红豆饭 因为红豆饭的话 它是有加入许多的炸粮 然后它算是一道满洋生的饭 然后也是专门提供给那些 专门府的长官年纪较大的话 是专门为他们提供的 你也许不知道 这些负责调理的阿兵哥 都具备了五星级饭店主厨的民间专长 菜不好吃才怪 如果你挑嘴 那写个意见 我们马上改 反正 三餐串燙燙燙燙燙 等你来 明天开来 本餐厅 替你穿便便啦 来去总统府 看历史的脚步 想台湾的前途